Hello大家好,我是小番茄 想必大家玩吃鸡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那就是自己好不容易 从落地人多的地方 重活到最后 全身神装,物质非常丰富 结果刚出去就被人淫死了 无疑会非常气愤 这时候不免想到 如果杀敌之后能增加属性就好了 比如增加10点生命值 游戏会变成什么样呢 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术吧 3,2,1 你双击了没有,关注了没有 1,游戏平衡会遭到破坏 如果杀敌能增加生命值的话 那从人多的地方杀出来的玩家 拥有200点以上的生命值 吃击率将会变得极高 一路钢枪到决赛圈 直接成了boss般的存在 2,玩家战术会更一致 如果杀敌能增加生命值 那大家都会倾向于 城区钢枪的玩法 很有可能刚开局5分钟 玩家存活数量就不到20个的情况发生 这会让游戏出现大量的无聊时间 3,跟手雷厉害的玩家更容易吃鸡 如果杀敌能增加生命值 那在决赛圈全都是些血很厚的敌人 正面钢枪难有胜率 但是手雷的伤害超过500点 只要能扔准 仍然可以顺秒敌人 小伙伴们 你希望光子推出这个设定吗 欢迎关注收藏分享哦 我们下期见